该说实吗?被小崔举报的华裔冯小刚双获纳税先进大奖,就差范冰冰的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y World。 连日来被小崔多次炮轰的范冰冰先后高调亮相,已显示自己平安无事。 其实不但是范冰冰和风口浪尖的华裔也早已高调亮相了,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就在今年10月20号的评选中,华裔兄弟荣获由东阳市政府颁发的影视工薰企业实验区成就奖金奖和主旋律成就奖三个奖项。 一家企业拿走了三个大奖可见华裔在当地政府的地位有多重。 这样的摇钱树企业当地政府又怎会轻易得罪。 在面临偷税指责的风口浪尖,此时的华裔忙获三项大奖此时无声胜又生。 王中磊亲自到场接受颁奖,与此同时,华裔的公司还被评为东阳纳税百强第一名。 和华裔一起备受预纳税百强的还有冯小刚的东阳美拉被华裔十一收购。 东阳美拉公司上缴税款五千万排名第四。 鲜花掌声应成灰,美酒佳人留金杯,春风得一花一笑,酒不醉人人自醉。 好一派祥和温暖的场景。 这是华裔今年卷入和崔永元的偷税风波以来。 打出来的最漂亮的一记重拳也是对小崔最狠辣的一次反击。 你不是说我偷税吗?老子就拿几个奖让你看看。 就在今年六月,小崔多次炮轰华裔偷税。 在小崔连番炮击之下,华裔在坚决否认的同时,开始发动反击。 7月10日,华裔兄弟还专门对崔永元发出追山令,称小崔一段捏造散布大量虚假负面信息。 对公司和员工造成极大伤害,导致市场恐慌,广大顾民损失惨重,将坚决依法维权对崔永元追溯到底。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华裔上下都对小崔的炮轰咬牙切齿。 坚称一定会维权到底,但却始终对小崔没有诉诸行动。 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顾忌时吗? 同样卷入风波的范冰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声称没有偷税的她最终被查出偷税数额巨大,被罚巨款8.8亿,从而掀开了娱乐圈清缴税款大行动。 随后,娱乐圈多次爆料冯小刚也多次卷入偷税风波,最近的一次有大物质接着她被反二十亿,但是,冯小刚顽强地用一次又一次的现身咧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被查被抓。 同时也是在向小崔示威,你不是举报我吗?你看我活得很好。 有圈内人士就曾直言,范冰冰被查不奇怪,毕竟她只是一个,但是冯小刚和华裔的背后是庞大的资本在撑腰大气,要动他们并不容易。 而这一次华裔和冯小刚的高调现身获奖,并且是政府部门的纳税标兵,也是在向外界宣告,想动我们,你还嫩点。 哎,只是可惜了范冰冰,之前范冰冰的公司可能也是纳税标兵,只是这次被查出来偷税,估计是临时落选评不上了。不过别急,相信下一年肯定也会评上的。 只是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样能自证清白的颁奖,无论华裔还是冯小刚都低调处理,就好像在偷偷摸摸领奖一样低调的让人匪夷所思。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山陷娱乐圈风波的几大人物。 在这场娱乐圈偷税风波中,范冰冰虽然被抓现行,但破财消灾全身而退保留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冯小刚虽然数次传言逃税被查,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极有可能涉陷过关。 而在风口浪尖的华裔虽然股票损失惨重,电影票房跳水,但最终逃过一劫,这次再获地方政府的肯定颁奖可谓是皆大欢喜。 支流下一个疾病缠身还在孤身奋战的小崔在风中凌乱。 是我们都错怪华裔和冯小刚了吗?还是磨高一尺到高一掌?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大案恐怕只有国税总局知道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ri Beckwith,⎌,地钱是贤目里面+.